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门徒崇拜 来参与我们一起的崇拜 宣召经句 和撒娜归于大位之子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重的 至高无上的和撒娜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九节 今日的足文 永生存能的上帝 联敏世人 猜显你的圣子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成人 再十字架受死 使我们能追随他极谦卑的榜样 求你施联敏 使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受苦 亦能与他一同复活 即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求 圣子和圣父圣灵 唯一上帝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永世无尽 阿们 接下来是唱诗的时间 大家好 又到我们诗歌敬拜的时间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 就是《将天堂开》 《将天堂开》 《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堂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堂开》 《我佛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的山》 《何以敬拜》 恢复耶稣基督神节高养 荣耀归于你 《天上的山》 《将天堂永恒的敬拜》 《Hallelujah! Hallelujah! 《将天堂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堂开》 《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堂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王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的山》 《何以敬拜》 《万物耶稣基督神》 《在高养拥有》 《荣耀归于你》 《天上的山》 《在永恒的敬拜》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 《将天堂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早点转上你》 《神》 《神》 《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好坐前进摆不停息》 《神》 《将天堂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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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lse unacceptable》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王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的山 何以清白 关乎耶稣基督 圣洁高耀荣耀 为你 天上的山 再永恒地敬拜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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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天父 黎明是多莫美 荣耀偏全地 再祷告良神 静估美的美 天正 我沉默主座前 无用多片言 再祷告前 你已清楚我虽然 求知我信心的眼睛 风露里仍有天正 全献我信服的心灵 由你全权来 带领 愿愿日到尊 你命外星 愿你的国国民 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 愿痛恨在天上 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你自告我 免我们的债 愿我们免去忍的债 今天我求曼主帝国 구 盧曼主的拳 王的旨意如有光天地彰顯 願意道主 祢榮外星 迎祢的國歌 也願祢旨意行債地生 如同行債天生 我當年所需要的食物 和祢賜我 戀愛的債 如同我 免許人的賊 不叫我滿意見思貪 告我滿意理空我 因我無權兵永遠 全心屬美 直到永遠 願意道主 祢明為星 迎祢的國歌 但願意祢旨意行債地生 如同行債天生 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和祢賜我 願我滿意的債 如同我們 免許人的債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願意道主 祢明為星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願意道主 祢明為星 然後就來到讀經的時間 今天的經文是 《路加福音23章1-25》 經文完之後就是《港道的時間》 今天港道的題目是 耶稣被民主钉死十字架 有请读经 今天读经的经文是 《老家福音》二十三章一至二十五节 正经这么说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戒到比拉多前 就告他说 我们见者人有话国民 禁止纳税及海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比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理说的事 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 他善惑百姓 再由大天地传道 从家被利起 直到这女 比拉多一听见 就问 这人是加利利人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 那时 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见耶稣 就肯欢喜 因为听过他的事 狗意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按他行一件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民事都站着 极力地告他 极力地告他 希律和他的兵兵就藐视耶稣 气动他 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 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比拉多全了祭司长和 官府的病百姓 就对他们说 你们戒这人 到我这女 说他是有或法性的 看啊 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他 并没有查出什么罪来 就是希律也事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可见他或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故此我要扎打他 把他释放了 众人却一起哭着说 随调者个人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 囚在成礼 作恋杀人 下载监的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又劝他们 无奈他们 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 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我要杂打他 把他释放了 他们大声吹的比拉多 求他把耶稣钉了十字架 他们的声音就得性了 比拉多 借财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 那作乱杀人 下载监理的释放了 把耶稣交付他们 任何他们意施行 我们下载信息的时间 今天就是教会传统的 宗之主日 耶稣入了去耶路撒冷 就为他受死 复活成就这个救恩 揭开这个罪惑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呢 耶稣是骑住奴驱 而犹太人 就拿着中树的树枝 在两边 将他们的衣服 和树枝铺在地上 让耶稣可以骑住奴驱 直进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 而当一路走的时候 两旁的民众在地上 叫和撒冷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至高无上的和撒冷 犹太人就用一个迎接 君王的姿态 欢迎耶稣 进这个耶路撒冷 但是你小估不到 只是几日之后 同一帮欢呼迎接耶稣 叫和撒冷的群众 竟然几日之后 改了口 一起叫 钉死他 钉死耶稣 钉死耶稣 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在上个月爆了一个丑闻 青年会用裁员为藉口 即时解雇了一班 想去筹组工会的员工 有被裁的员工 他们召开记者会 表示这个青年会的总幹事 何庆年 原来他是相当之亲建制的 对于上年香港爆发的 反暴政抗争 他是强烈反对 甚至在职工的面前 当众说 耶稣就是被民主 钉死十字架 我们门徒事工稍后都会发起一个筹款 将会出版一本的新书 书名就叫做基督教制裁名单 将会记录在香港 有一些的宗教领袖 他们借住圣经的名义 借住这个基督教的名义 但实际上就长期协助这个暴政打压香港人的民主和权利 这本书我们会将这些所谓宗教领袖的恶行公诸于世 我都相信刚才提过这位的何庆列 他很大机会都会被这本书收录 那好了 言归正传了 我们讲回今天那个主题 首先我们要讲清楚 什么叫做耶稣被民主钉死十字架 的讲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讲当耶稣在赫西玛尼被捉拿了之后 祭司长、民事和长老 就将耶稣送了去总督比拉多那里 要求去处死 原来按着福音书的记载 当时有一个惯例 就是每逢逾越节的时候 那罗这个犹太的总督 就会随着犹太人的意愿 释放一个的囚犯 那最后犹太人在耶稣和巴拉巴之间 就选择释放巴拉巴 但将耶稣钉了上十字架 那这个就是所谓耶稣是被民主钉死在十字架的讲法了 那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被民主钉死在十字架呢 我今天会由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 但我先说了一个结论 就是这三个的角度 同一个答案就是LOW 不是耶稣绝对不是被民主钉死十字架的 好 第一个角度 我们首先用回圣经文本的角度去切入 我相信就算大家是未读过神学 都清楚在2000年之前的世界 根本是还没有民主制度出现的 而当时统治犹太人的是罗马帝国 是一个王权 犹太人当时是被罗马帝国所派来的高官去统治 犹太人完全没有所谓自主权 所以说耶稣是被民主钉死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无知的讲法 那或者有一些人会跟你争吵的 那当时大部分人都说要释放巴拉巴马 都说要钉死耶稣 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经常叫的一人一票 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的记载 福音书的作者是怎样去说 究竟耶稣被钉死这件事 福音书的作者是很清楚说 祭司长和长老挑疏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 除掉耶稣 好清楚说明当时的群众是被祭司长和长老去挑衅 去疏摆的 去杀耶稣的 所以你与其说这些是民主 你不如说这个是教唆或者疏摆的说法 更来得确切 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圣经文本的描述 我们绝对没有可能看到所谓耶稣是被民主杀死的结论 相反我们只能够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耶稣是被不公义和政治斗争所杀死的 马太福音的记载很清楚 总督彼拉多原来他本身知道耶稣是一个的义人 而祭司长和长老是因为妒忌的缘故 所以先要杀耶稣 彼拉多都尝试去拯救 去释放耶稣 但是没用 他见到群情是这么洶涌的时候 他担心会发生动乱 所以他最后都是屈服 答应了将耶稣钉上十字架 而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甚至要在民众面前洗手 去宣称留耶稣的血 这个的罪不是在他的身上 要群众自己去承担 我们由此可以见到 这个彼拉多总督 他所关注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审讯 他所关注的也都不是公义 他所关注的更加不是真理有没有被伸张 他最关注的就是他的统治权 是不是稳固 他能够去统治人民 统治群众 所以他就算知道耶稣是无罪 他就算知道耶稣是被陷害 但他都甘愿屈服在这个现实里面 让耶稣会死在一个不公义的审讯之中 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圣经文本的罪述 耶稣就是死在这些不公义的当中 耶稣就是死在这些政治的斗争当中 这个就是第一个的角度 我们由圣经的文本去看这件事 第二个的角度 我们尝试由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 有一本书叫做革命分子耶稣 作者雷沙阿斯兰 他本身是加州大学的助理教授 他出生在伊朗 本来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奉者 但后来他改送了基督教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离开了基督教 然后以学者的身份 去研究真实历史当中的耶稣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研究竟然是长达20年这么久 而当他研究了20年之后 他竟然又变回了一个基督徒 所以这个的雷沙阿斯兰 本身都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 这本书革命分子耶稣 他就是尝试想重构真实历史里面 耶稣究竟他的身份 他发生过什么事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以下我所讲的 其实是根据这本书里面 作者的分析 作者认为 比拉多让犹太人去选择释放耶稣 但是释放巴拉巴 这件事在真实历史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根据这位作者的研究 他发现 其实在耶稣来之前 或者耶稣离了的年代 甚至耶稣离开了的年代 其实在那个地区里面 都有很多犹太的政治宗教革命者 自认为是尼塞亚 跟着企图是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不过最后全部都是失败 被政府处死了 在耶稣未降生之前 在佩雷亚有一个人叫做西门 他曾经努力过耶利哥一座的宫殿 在西门之后 又有另一个叫做阿斯洛吉斯的木童 他同样宣称自己是尼塞亚 曾经去攻击过罗马的军队 而同耶稣同一个年代的时候 也都有一个撒马利亚人 他又是宣称自己是尼塞亚 但是他都还未成功去斗杂军队 去挑战罗马的时候 就已经被比拉多捉了 以及已经处死了 而耶稣死了之后三年 即是说公元的三十六年 同样又是有另一位自称是尼塞亚的撒马利亚人 上了去基利森山的山顶那里 去聚集群众 宣称自己要向群众显示摩西埋藏的圣杯 当然也是被当局认定他要搞革命造反 所以也是被比拉多派兵上山剿灭 而根据真实历史的记载 其实这个总督比拉多 他是一个残暴不仁的统治者 自从他被罗马皇帝 任命为这个犹太省的总督之后 总共前后有十年的时间 他是相当不尊重这个犹太教 以及是在兵衣上去踐踏这个犹太教的 包括他曾经将皇帝 该撒的雕像 带入去耶路撒兰里面 又走入去这个圣殿里面的金库 去偷取里面的一些金银财宝 用作兴建耶路撒兰输水道的经费 而他对于那些反抗他的犹太人 是一路残杀和镇压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 彼拉多用这些铁碗手段 暴力镇压了很多的造反 搞革命的人 他牵柱的处决令 是令数以千计的人 因为这样是钉死了在十字架 彼拉多的过分残杀 甚至是曾经被人去告语了 告到上去罗马那里 所以你可想而知 一个是人命如草戒的彼拉多 他竟然会同情耶稣 一个这么普通的动乱分子 还会亲自去寻送耶稣 甚至乎他希望为耶稣的罪开脱 希望释放耶稣 这件根本在历史上是没可能发生的 而且所谓罗马政府 被犹太人在过于越节的时候 可以释放一个囚犯 这件事除了在福音书以外 在其他的历史记载 也都是找不到这样的记载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 犹太人竟然要陷害一个被视为利塞亚的耶稣 坚持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那里 而相反的 彼拉多竟然是同情耶稣 甚至多次要求救他释放他 但最后他也是敌不过犹太人的民意 屈服了 这个说法是相当的荒谬的 有多荒谬 我讲一个比喻给你听 你就明白了 我们比喻 尝试这样想 在明天有200万香港人上街 但今次200万香港人上街 竟然是要求林郑月娥 要更快将去年参与个示威和抗争的人 全部告他们暴动罪 还要求法院一定要处以激刑 而林郑月娥竟然公开跟香港人说 去年那些被控告的示威者 被捕的青年 其实他们都是爱香港的 我身为特首 我就不觉得他们有任何罪的了 我宣布要释放所有去年被释放的人 你想不想做 你想不想象到这个画面会出现呢 但未止 那些200万上街的香港人 听了之后就说 不行 你不告他们的话 我们就不切不散 我们就留在街头那里 坚持到你告他们为止 然后林郑月娥就说 这样吧 我们就来一次的公投 我给你们选 你们要选择 释放上年721 在元朗站恐怖袭击 那帮白衣人 那帮黑社会 你要释放他们 还是说 你要我释放上年被捕的 那帮黑衣人 那帮青年人 抗争的青年 你要我释放哪帮人 然后 竟然200万的香港人一起喊 释放白衣人 释放白衣人 制裁黑衣人 制裁黑衣人 200万一起喊 要释放白衣人 去制裁黑衣人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件事 还没完 接着 林郑月娥就无可奈何 真的屈服了在这个民意之下 宣布要控告 所有上年被捕的青年人暴动罪 然后她还要特意在镜头面前 留住眼泪 金盘洗手 宣布 留这一批 无辜青年的血 罪不在我那里 然后200万的香港人 就齐声答 这些青年人的血 就归在我们 和我们的儿女身上 大家是否觉得很荒谬 如果你要相信彼拉多 同样都是昔日 原来是曾经要拯救耶稣 相反犹太人要置耶稣于死地 其实那个荒谬程度 差不多 真的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 会将彼拉多 由一个满手鲜血 杀人如麻的暴君 竟然将他刻画成为一个 有良心的 扎身人厚的 的总督呢 我们知道 四福音书的作者 当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 他们耶稣的死 已经是过了几十年了 他们作出这些改动 主要是因为要方便 传福音的缘故 福音书都是在公元一世纪 七十年代之后 打后陆续试一试 当时犹太人的叛乱 已经是完结了 耶路撒冷 已经是被毁了 而基督教全福音的中心 已经是由耶路撒冷 推广到去 罗马帝国不同的城市 例如阿里山大 哥林多 以弗所 大马士革等等 因为耶路撒冷 已经被毁了 已经是 而送奉基督教的 主要都是外邦人 他们的人数的 甚至已经超越了犹太人 所以福音书的作者 有需要 要和当时反抗罗马 但是失败了的犹太人 或清界线 亦都要努力的 消除耶稣的革命和暴力色彩 去减轻罗马人对于耶稣的死要负上的责任 令到外邦人能够更加容易接受基督教 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在耶稣的死 在耶稣的死这件事上 四福音的作者 都可能强调一点 就是说 是犹太人杀害耶稣的 总督彼拉多已经重力去救耶稣 但最后都是屈服在犹太群众的压力之下 无奈将耶稣钉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发现 越迟完成的福音书 你会见到 彼拉多要负责的罪责是越来越轻的 四福音当中最早完成的 学者相信是马可福音 应该是在公元一世纪七十年代完成的 他最率先就是记载了 犹太人将耶稣送给彼拉多受审的过程 跟着的完成就应该是马太福音 在公元大概一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去完成的 老家福音和马太福音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参考马可福音去写的 但是马太和路加也都各自在他们福音书里面 做了一些修改的 在马太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同一个记载 他给马可福音 是增加了两个的情节的 第一个情节就是彼拉多的妻子 叫他老公 即彼拉多 不要去管耶稣的事 因为他发了一个望 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义人 这个就是第一个的改动 第二个的改动 就是彼拉多宣布要将耶稣 钉在十字架之后 他在群众面前洗手 宣布留这个人的血的罪不是在他身上 然后在下面的民众就大声去叫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儿女身上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作出两个的改动 去到一世纪九十年代左右 写成的路加福音 他的改动就更加大 足足有三个的改动 这三个的改动 令到彼拉多要承受的罪责越来越少 相反 犹太人要为耶稣的死负责 那个的比重就越来越大 那路加福音做了哪三个的改动呢 第一 彼拉多将耶稣转交他的上司 希罗王审送 他增加了这个情节 而当希罗王审送完耶稣 都认为耶稣是无辜的 换言之路加是想突出 不单止彼拉多 就算希罗王整个的罗马政府 都认为耶稣是无辜的 路加想突出这一点 这个就是第一个的改动 第二个改动 他增加了一个情节 就是彼拉多三度向犹太人宣布 他要释放耶稣 是三次宣布我要释放耶稣 但三次都是被犹太的群众反对 要他收回成命 要他杀死耶稣 钉上十字架 这个是极力圈掩 彼拉多是要救耶稣的 而最后一个很大的改动 就是将彼拉多鞭打耶稣 和罗马士兵 折磨耶稣的情节 完全是删除了 删减了 你看到看完路加福音 你甚至会觉得 不是啊 罗马人几好啊 彼拉多不错啊 你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好了 到了这个公元一百年左右 亦都相信是最后完成的 约翰福音 甚至乎将彼拉多的无辜 犹太人那种要极力杀死耶稣 这个故事推上去极致 甚至乎妙叔 彼拉多和耶稣 他们好像朋友那样 有详细的对话 甚至形容到彼拉多 似乎都觉得 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他甚至问耶稣 什么是真理呢 问耶稣什么是真理呢 似乎就好像一个 学慕福音的人 去请教这个上帝了 而耶稣在最后 甚至清楚向彼拉多表明 谁要为他的死负责 他是这样说的 将我交给你的人 罪就更加重量 耶稣和彼拉多说 将我交给你彼拉多的人 罪就更加重量 那是谁将耶稣交给彼拉多的 就是犹太人 在约翰福音的描述之下 耶稣甚至亲口开口 说明 犹太人的罪就更加重量 你看看这些修改有多偏离事实 那个偏离事实的程度 我用回刚才林郑月娥的比喻 大家就明白了 说回刚才那里 当香港人非常愤怒 要求把黑衣人控告暴动罪之后 这个林郑月娥都是觉得 这一批的年轻人是无辜的 他甚至乎将这个情况 上报去习近平国家主席那里 而习近平又竟然很认真 去看回这些案情 他还一一去审送过这些被捕的青年 最后习近平都觉得 这些青年人真的是无罪的 于是林郑月娥就向香港人交代 和宣布要释放所有的抗争青年 但这次又不行了 这次不是200万人上街 这次是全香港700多万人都上街 他们还开始占领立法会 占领机场 占领隧道 占领所有的功劳 甚至乎连那3万多的警察 都加入抗议的行列 他声言如果林郑月娥 不去控告这批年轻人暴动罪的时候 就自动解散警队 你林郑月娥不告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解散 3万多的警察坚持这件事 最后林郑月娥就哭着去找回这些年轻人 跟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是无辜的 但我真的帮你们定不了 而最后最荒谬就是 有一个年轻人 反而是安慰林郑月娥 跟他说 把我交给你的人 罪就更加重了 是不是很荒谬啊 是不是想象不到会发生这些事 是当然不可能发生的 但这个如果我们由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就是说 比拉多竟然想着释放耶稣 反而犹太人是要置耶稣于死地这个记载 就是这么荒谬了 那这个就是刚才这一本书 你都没有可能得足到耶稣是被民主杀死这个结论 你没有可能看到 相反的你只能够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耶稣其实是被一个杀人 如麻的政权去害死的 如果由历史的角度 你只可能会看到这一样东西而已 好了 那么最后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 我不由圣经文本的记载 我也都不由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就是说 我完全不理会 四福音关于耶稣受死审判这件事 我只是看回圣经其他的章节 前文后理 我都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 耶稣根本不可能是被民主杀死的 因为耶稣在三年的传道生涯里面 他是不断地挑战宗教领袖的权威和地位 法理财人和民事一早就起了杀基的了 这个是说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开始 马赫福音已经有这样的记载 当时耶稣还没有进去耶路撒冷的 再加上 耶稣基督洁正圣殿这个举动 亦都是引起罗马当局和祭司长的注意 大家要记得最后耶稣如何死的 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罪名是作乱 那块牌猶太人的王 在当时罗马的世界 钉十字架这件事就专门是处死一些革命 作乱的分子的了 根本耶稣就是以一个政治罪名去判死的 如果用回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情况 耶稣就是被控以这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还要被困在这个重城监狱里面 所以无论我们由文本的角度 我们由历史的角度 甚至乎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个记载 我们都无可能得出耶稣是被民主钉死十字架 这个结论 真正的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有诵徒会提出耶稣是被民主钉死十字架 这些荒谬的论述 根据一些老教骨所指出 其实这种论述是很普遍地存在在老一辈 一些立场比较亲建制的基督徒当中 如果用回今天的属语 就是蓝丝废佬 就是蓝丝废佬才会说 耶稣是被民主钉死十字架的 他们提出的重点 其实不是真正想追究 谁要为耶稣的死负责 而只不过他们是想表达 他们反对民主而已 所以才会断章取义 扭曲事实 遮耶稣的死去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 就好像刚刚宋式开始时 所分享那位香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何庆年一样 我们接着要追问一件事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香港基督教还存在这些信徒 我们经常说蓝黄是政见 黑白是良知 说得出耶稣是被民主杀死的人 就好像何庆年这种人一样 他们不是无知 你想想他在一个这么大的NGO组织的总干事 负负责人的时候 他绝对不可能是无知 也不可能是一时不小心解错了圣经 而是说这些人是非常执着自己的政治立场 执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以不惜要掩住良心去说谎 做假见证 因为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看耶稣受死的故事 无论你是按着四福音的记载 你是按着历史的解读 甚至你完全撇除了刚才所说的记载 你得出来的结论只会是 耶稣是与世上的黑暗 不公义的权势去对抗 最后是被害死 但他借着复活 最终是赠上了所有黑暗的权势 如果你只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的时候 你只会看到这一样的事情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至少要向世上的不公义 黑暗要讲路 要说不 而且也要重力去同情一些被迫害的 被欺压的人 否则只是说口里承认 你是不是真的心里相信呢 这件事真的要问上帝了 在我们制作这个基督教制裁名单的过程当中 一个有十一个名字 我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名字 这些人物 在今天香港的教会界 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他都也是有地位的人 但他们长期维护暴政 打压弱势 这些荒谬的言行 令人会觉得 他们就是二千多年之前 有份将耶稣送上十字架 那批制司长 民事 或者长老 但这件事不是最离谱 最离谱就是说 到今时今日的香港 还有数以万计的基督徒 竟然会认为这一批 值得被制裁的基督教领袖 所说的东西是对的 所做的行径是对的 甚至会加入这批人所领导的教会 机构奉献私奉 大批的神学院 港座陪灵会 会请这些人去做港员 机构会请这些人 委任他们做顾问 担当一些重要的职位 所以其实真真正正有罪的 不只是说这十一个人 不只是何庆年 而是整个香港基督教 所以在復活节 昔尽来临的今天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悔改 多谢刚才的信息 现在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 《恩他活着》 联赞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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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心自誓你 為索我追過 那紅粉墓 俗精舊處 耶祖活著 人他活著 我能面對靈體 因他活著 不再懼怕 人我自得 他將故未來 生命便會有價值 正人他活著 人情為之 肥精為耶穌 光生我人 謝罪自病 心自誓 為索我追過 那紅粉墓 俗精舊處 幾道呼唱 身體我自 地青為耶穌 光生我人 謝罪自帝 心自誓你 為索我追過 那紅粉墓 俗精舊處 幾道呼唱 人他活著 我能面對靈體 因他活著 那紅粉墓 俗精舊處 他將故未來 生命便會有價值 比人他活著 生命便會有價值 比人他活著 呃 順暴 俗精舊處 接着是代祷的时间 今天有五个代祷事项 第一样 政府上周实施禁聚令 公众对方禁止四个人以上的聚会 但是当局拒绝全面向病毒来源地 中国封关 黑警又借禁令打压香港人 求上帝惩罚恶人 第二个代祷事项 金序令仓促实施 教会也受到影响 有教会即使进行网上崇拜 也都要考虑人数限制 下周五就是受苦截 求上帝赐智慧给众教会 第三个代祷事项 受疫情影响 麦当劳连续两个星期停止夜晚的堂食 导致全香港的麦难门顿时失去妻身之所 加上政府一向漠视露宿者 请讨告纪念 麦难门 第四个代祷事项 由上年3月31日第一次反修例游行计算 香港刚刚经过了反暴政一周年 经过一年抗争 林郑依然在那里倒行逆施 警暴变本加厉 五大诉求遥遥无期 意识流亡或判囚 可疑的自杀案 无日无知 香港人必须承认输了 才能痛定思痛 检讨改善 否则香港人是没该灭亡的 求上帝的审判临到 第五个代祷事项 高等法院在2017年裁定 警方要先取得法庭首领 才可以查看被捕者的手机内容 警方不服裁缺提出上诉 上诉庭周四裁定警方上诉得值 根据判词 警方一般而言 还是须事先取得首领 大约在申请首领 并不切实可行 而且有合理要求之下 可以无需首领 即时查看被捕者 所涉罪行手机内容 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恳求你 彰显你的公义 当瘟疫临在 当这个城市失去了公义 我们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 天父 政府的禁聚令 禁止在公众地方 有四个人以上的聚集 而警方就利用这些这样的法令 继续去打压香港人 港共政府反而不会去做最实际的封关 一般堵截源头 而却是做一些努民伤人的行动 在这个禁聚令 仓促成立的前提之下 教会都会受到影响 有不少教会 即使他们是进行网上崇拜 但是都会考虑到人数的限制 下个星期 就是受苦节 求上帝赐智慧给众教会 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麦当劳连续两个星期 停止晚上堂食 导致全香港的麦难民 顿失妻身之所 加上政府漠视老宿者 神啊求你纪念这一帮 突然无家可归的麦难民 由去年3月31日 第一次反修例游行计算 香港经过一周年的反暴抗争 林郑政府依然倒行逆施 警报变本加厉 五大诉求变得遥遥无期 我们的义事流亡 或者被判囚 可疑的自杀案 无日无知 神啊求你给智慧香港人 给香港人认清 我们这场抗争 是输了的 这样我们才可以痛定思痛 去检讨改善 否则 我们见不到 未来的希望 求上帝里的审判降落 高等法院2017年裁定 警方要先去取得 法庭的首领 才可以 查看被捕者的手机 警方不服这个判 他们上诉 周四法庭判 他们上诉得值 在一般情况之下 警方是需要手令 才可以看内容 但是 如果在特别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以随时看 被捕者的内容 我们可以预见 警暴只会日益严重 我们人真是有限 求神你 给我们智慧 求神你去带领 特别带领你的儿女 因为你的儿女 是要守护这个世上的公义 因为你的儿女 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盐 我们求神你去光照 每一个你的儿女 让他们走在前面 去保护这个香港社会 去令到这个社会 回归应有的公义 上下我们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同心合力的祷告 逢主耶稣基督明求 接着下来是报告事项的时间 今天有几个报告事项的 由我们牵头制作的基督教制裁名单 报告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也都陆续送去各国的政府 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欧盟 澳洲 纽西兰 台湾 等等 在这里我都感谢各界的支持 正所谓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都希望上帝能够利用 这份制裁名单的报告 去成就他的事情 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门徒就终入这个事工化和筹款 我们今年就将会出版一本的新书 书名 暂名 都是叫做基督教制裁名单 以及我们都会制作一个手机的应用程式 这方面都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令到我们今年能够达到50万筹款 这个目标 第二 其实我们亦都开通了 不同的网上支付的平台 包括转数快 PayPal PayMe 还有好易比 大家看看下面这条巴 亦都会看到 这几个支付平台的户口 户口的号码 方便大家能够透过这个金钱奉献 可以支撑我们的市工 在今年这个疫情 经济一个下滑的时间 我们展开一个市工筹款的工作 其实确实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但是靠着上帝的大力 我们都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间 2020年的速发 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去鼎力的支持 第三个事项 我们的节目 《闻途公义》 其实现在都很需要有主持的加入 如果大家鼎指会的 是认同我们闻途波波的理念 以及有这个做主持的恩赐 或者负担的时候 都欢迎你可以加入 我们的节目是每逢星期一 夜晚都出街 所以其实对于那个人手来说 是需要非常之大 以及都希望能够有长期 愿意在这方面 有负担的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 都能够认同我们的理念 如果你登记的时候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站 或者扣个电邮去做一个登记 那我们就会有专人去联络 安排你做一个试咪 那最后一个的报告事项 就是我们《闻途崇拜》 其实现在都是继续招募 一些不同的侍奉人员 包括敬拜、读经、唱诗等等 不同的环节 我们都能够希望开拓一个 网上崇拜新的形式 能够去打破现在教会 垄断港台的情况 通常我们都是在 周五的晚上做录影 那如果这个时间你适合 而你也是对于这个 《闻途崇拜》的理念 是认同的时候 都欢迎你 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录影的工作 那报名的同样 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填一填登记 或者直接把你的资料 去电邮给我们 那我们一样都有专人去联络各下的了 好的 那我的报告事项是这么多 那就交给主席了 今天的崇拜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你们要平平安安地去 敬畏主、服侍主 要在世上活出你们的喜乐、平安 为世人带来平安 再一次多谢大家 参加今天的崇拜 收看我们《闻途崇拜》 下个礼拜见